天一到,整个人都不好了,出门招蚊子,家里有蚊子,睡觉还时不时听到嗡嗡声,嗨一鼓,痒啊,最倒霉的是那些汉线过于发达的,简直就是人形西文基,蚊子为什么偏爱宝宝, 蚊子盯人确实偏爱宝宝,因为它是靠呼出的,二氧化碳,探测到我们,喜欢流汗的人,血液中的酸性增强,所排出的汗液使得体表乳酸质较高,对蚊子的吸引力大,呼吸旺盛的人,周围,二氧化碳的浓度相对较高,更容易被它找到,而小宝宝就属于,爱出汗,体温较高和呼吸旺盛的体质,几个防蚊小妙招,天竹葵天竹葵 花团紧醋,花色鲜艳,同样用气味来虚文,高温时节百亿盆放在书音的环境里,会散发出特有的气味,文影感觉到,便会跑掉,而且温度越高,虚文效果越好,颜色浓烈的花朵,把抑郁风情体现得淋漓尽致,十分养眼,养护要点,可以放在地上养, 也是合调养,调养开出的花球更加饱满,此外它的生长需要充足的阳光,但在盛夏要注意遮阴,五到八天浇一次水就足够了,非常省事 艾草艾草在中国古代常被用来驱邪臂,就是因为它自身良好的驱虫效果,艾草生命力极强,野外的路边非常多件,可以随手挖上一株,种在阳台花盆里,或者把艾叶晾干挂在门上,就是纯天然的除虫剂了,艾叶散发出的淡淡青苦味,使蚊虫不敢靠近,养护要点,避免积水,土壤干燥,艾草味道才,不会变淡, 如此便能保证驱虫效果,蚊子吸血过程只持续三到五秒,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,蚊子却进行了很多的步骤,蚊子首先要做的就是进行麻醉,在皮肤上注射麻醉剂,用来防止被猎物发现,然后蚊子会在皮肤上注射乙酸,这种物质会破坏皮肤,血管的结构,从而可以让蚊子可以轻松射破皮肤和血管壁, 而且蚊虫大多携带多种病菌,被蚊子咬了之后,轻微的会发痒,我喜欢用手去挠,很容易出现红色疤痕,严重的还会出现过敏休克 会发痩,轻微的 Stitch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